三个等级上面增加了特等奖 最高金额从原来的八千元人民币 一口气涨到了三万人民币 不只钱变多 名额也大幅增加 从两千人来到两千九百人 让今年首度申请的陈宏宇直呼好幸运 你怎么写的 我又写说我积极地参与台生组啊 然后台联会这些活动 以在入台生约一万人来算 额奖比例约29%是大陆本地学生的一 科系学霸齐聚一堂 不只比成绩还要秀激励 三年来我坚持着每天一个万小时 要象征在校学生最高荣誉的特等奖学金 得经过校内评选会 得奖者不只要有杰出的学术表现 丰富的社团活动 还要懂得行销自己 提刊虽然没有发表到 但是会议论文我全部参加了 他是张又睿来自台中 北京大学博士二年级 正在宿舍里为面试寓座练习 班上成绩都在前三 几乎年年拿脚